20号,四川德阳发生一起毒贩持枪劫持人质案件 毒贩是一名光头女性,还有一名同伙 他在贩毒圈内以凶狠著称 成都特警黑豹突击队副大队长李建华带队实施解救任务 在八名人质中,有老人有孩子 毒贩非常狡猾,他们将人质用绳索和床单绑在一起 自己夹在最中间,把地毯盖在头上 这让特警队员一时无法下手 这个打乱了我们的原本抓捕计划 我当时想,嫌疑人肯定要上车 他要上车的话,肯定会有破绽 从楼门到车有150米的距离 李建华决定,他们必须在这150米内结束战斗 就在毒贩移动中,先后有三名人质逃离控制 就在混乱时,特警队员冲上去,掀掉了他们头顶的地毯 就在特警接地毯的时候,我看见那个嫌疑人愣了一下 就只是一秒,我迅速上前,用我的左手就抓住他手上的枪 李建华对枪的结构非常熟悉 当时他感觉到无名指就在抛弹口位置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我将我的无名指插入抛弹口 我就感受了一下,有一颗子弹 然后我把子弹用那个无名指抵了一下 那个子弹就卡在那个抛弹口的位置 枪子就呈现出了一种故障状态 当时的话是坚持了,一直在这坚持了几十秒钟 没有了枪的威胁 特警队员们迅速制服犯罪嫌疑人 安全解救了所有人质 事后李建华才发现自己的手指